Hello 大家好 今天這杯紅薄薄的Strawberry Cocktail 喝到有一點麥芽糖的味道 大家想想 Strawberry的麥芽糖超棒 今天推薦給大家 喜歡的朋友麻煩你給個Like 那我們現在馬上看看有什麼材料 很簡單 有我們今天的主角 很新鮮的Strawberry 每個都紅薄薄的 然後 準備一個青檸 再來就是白朗姆酒 準備一些糖 再提前冰了冰塊 那我們就可以開始做了 首先我們來切好好的Strawberry 先把它的釘去 然後把Strawberry切成四小塊 它裡面很熟 好香啊 等一會的Strawberry味應該會很濃 然後我們再來 把檸檬從中間切開 拿一半 再切一個漂亮的圓形檸檬片 等一會就要來做裝飾用 然後把它切成四小塊 等一會就可以用來炸汁 我們這些菜就切得差不多了 我們來準備一個炸汁機 然後把我們的白朗姆酒倒進去 朗姆酒的份量 然後呢 如果你喜歡麥芽糖味多一點的話 可以加多一點 我們這裡加了大概50毫升 然後我們就可以把檸檬汁炸進去 再來加兩匙糖 先把檸檬汁炸進去 那些檸檬汁炸進去 所以我們可以加兩匙糖 這樣就可以了 把我們的主角Strawberry 放進炸汁機裡 再把冰塊倒進去 如果喜歡有冰沙感覺的朋友 可以放多一點冰 好了 那我們就可以開採 把它打碎了 由於冰沙比較多 我比較喜歡一些脂肪的感覺 所以我會把它打久一點 顏色好漂亮 OK 差不多可以了 我們關採 我提前準備了杯子 是不是很漂亮呢 我自己也很喜歡 那我們就把檸檬汁倒在杯子裡 OK 那我們近鏡看看 無論顏色和牌照都很吸引 那我們再加一支Straw 大功告成 喜歡Strawberry的朋友 一定會喜歡這杯 有麥芽糖味道的檸檬汁 多謝你收看我的視頻 喜歡的話記得按LIKE 亦都歡迎你訂閱我的頻道 為你帶來更多驚喜的美食和飲品 那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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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